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的大學系列 那我們辰子明天要期末考啦 緊張 希望這次可以考個好成績 然後辰子 等一下 怎麼暴鬥了 天啊 期末考壓力太大嗎 還是上一次看到哥哥的秘密 嚇死了 嚇到荷爾蒙暴漲然後長痘之類的 天啊一定是考試壓力太大 又發生了讓自己很驚訝的事情吧 是吧 好 那我們回房間囉 那我們 喔 等一下 佩君 佩君正在偷用我們的浴缸泡澡啊 好啦 算啦 佩君 我們是好朋友 給你用吧 好 那我們辰子 我看一下喔 我們要吃個東西 我們吃個東西 準備睡覺囉 佩君走了 佩君發現我們發現他在偷泡我們的澡 所以尷尬的走了 好 我們吃個什麼 有沒有什麼微波食物可以吃的 好 我們吃個微波雞塊吧 來吧 吃個微波雞塊 來個麥當勞的什麼 9塊麥克雞塊餐 差不多9塊對不對 還是8塊 好啦 微波一下 佩君今天走了 佩君好像是住我們隔壁這一間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對 佩君住這一間 然後這個優格 上次志宏吃的沒有丟垃圾 志宏真是的 好 來吃一下吧 哇 已經洗點 快洗二點了 糟糕 明天我們幾點要考試啊 明天我們是 呃 早上11點對吧 看一下 看一下 對 我早上11點要考試耶 其實趕快睡覺囉 那對了 我幫我們的臣子買了一個櫃子 在這裡 這個是去IKEA買的 依喜家櫃子 然後這朵玫瑰花 是上次志宏送給我們臣子的玫瑰 我把它拿出來擺了 然後我還放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可以放我們臣子 跟朋友們的合照 我們先放我們臣子跟志宏的合照吧 來放一下 哇 志宏都好嚴重 喔對 可以放櫃子上了 都忘記了 三照片給戀愛櫃子上了 超棒的喔 然後我們臣子跟 哥哥拍的 我們臣子居然還沒有跟佩君拍過照了 下次我們讓他跟佩君拍個合照放這邊好了 然後我們臣子現在可能 不太想跟淑華拍照啦 因為上次他發現淑華跟哥哥 有一點 奇怪的 奇怪的互動了 他被嚇死了 我們臣子親眼目睹 淑華跟哥哥 他們兩個 準備要前往床裡面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被我們臣子阻止了 嚇死人了 所以感覺啊 臣子現在看到淑華可能會覺得怪怪的吧 覺得說 怎麼靠的 你是我最好朋友欸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可以 我完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就跟我哥哥 有這種奇怪的 奇怪的行為 是不是 要來傾笑吧 我覺得臣子可能會很氣淑華啦 他覺得說 淑華我怎麼完全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瞞著我 對不對 臣子可能會想說 也許你跟我說我還會幫你啊 雖然說我感覺臣子的個性 應該是不會幫他啦 因為臣子現在可能想說 天啊 我的哥哥 居然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要被我最好朋友搶走了 這種感覺有點奇怪吧 然後他要去樓下洗碗 為什麼不用房間裡的 洗手台洗碗就好了 時間寶貴啊 每天考試欸 佩君在戶外吃東西欸 其實室友帶回來的食物 真的超級高級的 室友帶回來什麼烤雞啊 烤龍蝦啊 一到二念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不愧是貴族學校啊 室友都還有錢 沒事就買烤龍蝦啊 然後我突然想到啊 因為上次你們說 我們宿舍其實可以請那個 請那個館家 我們是請女傭啊 雅惠 這個是跟我們哥哥有關些女生啊 天啊 就這個 朱雅惠 我們全子幫宿舍請一個 用人好了 定期用人服務 反正應該是不用錢的對吧 應該是不用啦 應該宿舍負擔的 好我們請一校吧 反正他們貴族學校嘛 有人定期來清理也是很正常的 好來請一校你就睡覺囉 過來吧過來睡覺 然後對了我買這個櫃子啊 不是沒有公用的喔 這櫃子真的可以用的啊 我們打開之後 我要把我們沉寂的重要物品放在這裡了 因為上次我們包包不是被 搶結了嗎 你們說我們的沉寂是在 夜點的時候被爬手爬了 所以說我把我買了這個櫃子 以後我們重要的東西可以放裡面 這也是你們建議的 我覺得這主意超級好的啊 我們沉寂有什麼 我們沉寂有畫架 畫架感覺可以擺出來了 還有吉他 吉他也可以擺出來啊 不需要放櫃子裡了 然後足球隨身攜帶 腳踏車也是 這什麼銀標壺 其實感覺東西都可以隨身攜帶 糟糕 好像沒有什麼是需要放櫃子的 這個照片多的我賣掉喔 還有這個啊 等一下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大拇指蓋住的 沉寂你的拍照能力也太差了吧 這個糊掉賣掉 然後拍得好的 我們下次讓我們沉寂 送一張給志弘好了 志弘 他真的多多好嚴重喔 怎麼都不會好的啊 天啊 對啊 這樣看來感覺我們東西好像 沒有什麼適合放櫃子的 好像都需要水仙攜帶耶 對吧 好我們加個外框喔 我們加個粉色的嗎 喔對沒有粉色可惡 加個白色的好了 然後這也是我們加個 加個外框 加個銀色的 好就這樣 然後對了 上次你們說你們發現 俗華好像也接近沉寺周圍的朋友啊 因為上次我們也看到 俗華在廁所裡面 跟小黃金老天嗎 然後上次我們也看到 俗華去找哥哥 所以說你們說 感覺俗華有點在刻意接近 我們沉寺周圍的朋友嗎 被你們這麼一說 我突然有這樣的感覺 天啊 俗華 我們沉寺把你當最好朋友 希望不是我們想那樣 希望不是 天啊 不過像我們橘子現在看到俗華 應該會心裡怪怪的啦 他應該會覺得怪怪的 我突然發現我們全紙睡飽了 好不要睡了 起來起來 我們起來快速洗個澡 上個廁所 然後再把握時間 讀一點書好了 最後臨時抱佛找一下 拿出門筆電 我們還有時間喔 我們洗一點才考試 所以我們十點過去就好了 我們再來念一點書 呃念書 物性數據 趕快念一下我們還有時間 趕快趕快 時間寶貴 早上考試前衝個早 提見驚險 我們隔壁室友也起床了 他們超早起來的 哇 大家看 我們室友的桌上擺這東西 太可愛了吧 超級可愛的 哇 剛剛佩君是在廁所裡面放你的屁嗎 沒有聽錯吧 這次的 看來佩君對廁所果然有特殊需求啊 好來 錢資格來讀書吧 趕快臨時抱佛找到的時間 我們還可以讀三個小時 希望這次可以拿到好成績啊 希望希望 我們作業都寫完了 然後論文也交了 所以該做的事情我們都做了 對了 因為我們包包不見了嘛 所以說我們的報告板也不見了 那目前遊戲內好像 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拿回報告板啊 這個是一大問題 不過幸好目前科目我們不需要用到那個報告板 所以還好 我們全子邊讀書 然後邊聽個放鬆的音樂 然後我們不是到時間了嗎 我們不是應該去準備考試了嗎 怎麼還在房間裡 對啊我們三十分鐘後上課欸 全子 不要讀書了來吧 準備要去不要遲到了 遲到更糟糕 紫棋傳點訊來欸 紫棋說 我聽說你和肖志鴻現在是好朋友 你變得越來越受歡迎了 我女兒受歡迎 爸爸好驕傲 可是又有點擔心 我感覺我們成武的 不是成武 我們成子的爸媽 消息都好靈通 有點可怕了 我們宿舍裡是不是有間諜啊 是不是有人在打小報告啊 為什麼他們都知道我們橘子的交友情況 我們遲到了 接著啊 新一點了 我們遲到了 要開始考試了 趕快過去趕快過去 一般小人 不是都會提早一個小時 主動去上課嗎 橘子今天怎麼沒有啊 然後我今天幫我穿這套 看起來很好學習的衣服 給照的時候好印象 你今天考期末考嗎 可是我們遲到半個小時 糟糕了 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我們期末考遲到半個小時欸 史上最糟糕的那種 沒有急 趕快進去 不要再拿腳踏車啦 快進去 完蛋了 趕快我們遲到45分了 期末考 天啊 我們終於去了 趕快 認真考試 等一下 我們要做筆記 橘子絞尖腦汁 滿懷自信的在課堂上 交出了他的作業 他付出的莫大努力 肯定對這堂課的成績 有很大的幫助欸 太好了 看好成績是考得不錯啊 太棒了太棒了 那我們 我們好像明天好上課嘛 可是明天課好像不用 不用考試啊 所以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咯 好吧 那我們沈子 一定要找佩君來訴苦咯 沈子你要幹嘛 我們沈子出門好咯 我們找佩君出門咯 我們跟佩君 一定要講一下最近發現的事情 佩君還不知道啊 然後張家榮是哪位 我們沈子什麼時候 該關係變這麼好的 他哪位 好 那我們沈子跟 跟那個誰 啊 舒嬅 難過 好 我們找佩君去唷 走吧 我們好像騎腳踏車回去嗎 回去放個書 好 我們回去放課本 剛好看到哥哥欸 然後哥哥也拿我們宿舍了欸 對吧 我們剛剛看到了 紫辰走進我們沈子的宿舍欸 紫辰要幹嘛 他現在找我們橘子的嗎 等一下 我突然不能離開了 我們要回家看一下怎麼回事啊 我們要看一下 紫辰不是來找那個什麼雅蕙的吧 喔 紫辰到這裡 他到這裡沒有動 所以他是來找我們沈子的吧 應該是 他可能想跟沈子說 不要生氣了 我來看一下是誰還在生氣 喔 真的 我們紫辰 跟沈子說怎麼樣和好嗎 我聽說你剛期末考完看一考怎麼樣 好吧 我們橘子可能也暫時氣消了吧 等一下沒有完全氣消 喔 沈君過來了喔 沈君準備好哥妹騎走了 好吧 哥哥掰掰 我們要跟閨蜜出門一下囉 喔 女傭姐過來了欸 女傭姐過來幫我們打掃欸 然後我們竟然要花錢怎麼搞的 這錢不是應該要 宿舍負擔嗎 這樣我們負擔欸 這樣我們還要請嗎 好 我們跟沈君出門吧 哥哥再見囉 這次我們沈子不想找你去啊 我們要找沈君講笑笑話 怎麼可以找你去 我們去市中心的酒吧好了 我寫問等一下室友也要跟 室友說我看到你要出門 我們要做什麼 問我說我要帶你嗎 路人甲 許之遠 他自己主動跟上來的 我真的覺得啊 這次室友真的超級有趣的 有時候他們會自己做一些事情 會主動跟來 真是還蠻可愛的 哇 這個不是LUNA嗎 對不對 他是我們島嶼生活系列的主角精英 對呀 LUNA耶 LUNA也來這邊 喝東西嗎 哇 他是狐靈的 也我們可以對他挑戰大學優越感 好 對啦 我知道他是狐靈 因為他們都是我先請去讀大學的嘛 好 我們沈子應該打個招呼喔 也剛好在酒吧裡遇到嗎 隨便打個招呼 我們可以對他挑戰大學優越感呢 我覺得我們沈子啊 他現在可能很看不慣狐靈的人啊 所以我們沈子要來罵他一下 因為自從俗華事件之後 沈子可能想說 我還以為我對狐靈的人都改觀了 沒有想到你們學校的人還是這個樣子 果然是不夠歷史的學校啊 LUNA被遷怒了 好啦 我們沈子來點杯飲料囉 給大家喝 欸 沛君在喝飲料了 沛君跟這個志遠倒得蠻來的 該不會沛君跟志遠 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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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吧 真的 沛君主要喝飲料了 話沒關係 我們再來幫大家點飲料喔 我們替大家點飲料 我們要點什麼 我們今天心情不好 點個最貴的 FANTOM火海 原來正中文翻譯叫做 翻騰火海 好 我們點這個好了 可以帥哥 俊男 來幾杯翻騰火海 要很翻騰的那種 喔 志遠走掉了耶 志遠是怎樣 他是有心情不好 沛君剛剛跟他不是聊得蠻開心的嗎 怎麼跑掉了喔 如果說沛君跟他真的有那麼點什麼的話 我感覺我們塵子會想幫他耶 其實Luna的個性也蠻好的喔 他被我們塵子遷怒了也沒有怎樣嫌棄 還是做怪奇聊天 歐敏到來囉 哇 這看起來太好喝了吧 來喝一下 我們沛君也喝一下幫他買點飲料 好 我們塵子要來跟沛君講囉 先來八卦一下 塵子說沛君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我昨天遇到的事情 要說個令人難以致欠的故事 你知道嗎 昨天晚上 原來我只是想去子晨那裡讀書 結果居然遇到 淑華跟他半夜約在那裡 天啊 怎麼搞的 跟沛君講一下 沛君說 真假的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好人 我感覺沛君可能也不是很喜歡淑華吧 對不對 我感覺他應該也不喜歡淑華的 因為他是狐靈的嘛 所以說他們這個 布萊赤斯特的人 都有點瞧不起狐靈學院的 喔 塵子也在跟Mina講耶 塵子說你知道嗎 那個俗華 等一下 我們在講俗華的壞話 俗華竟然跑過來了 他覺得耳朵熱熱的嗎 天啊 他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 俗華竟然也跑來了 我的天啊 好 我們跟沛君來一個 我們來罵一下 用個模擬市民喔 跟沛君講俗華的壞話 好 來講一下 塵子說你不覺得俗華這樣很過分嗎 怎麼可以都不告訴我啊 俗華過來了 他聽到了嗎 等一下 俗華聽到了嗎 哇 沛君過去罵俗華了耶 沛君說 俗華 我聽說這個事情了 俗華真被你說中了 他是個大爛人 所以沛君果然不喜歡俗華耶 有沒有 沛君還過來幫我罵俗華耶 然後我們剛剛沛君和我家家 因為沛君幫我罵人 所以沛君很開心 我家家都有看到嗎 這真的是太有趣了 所以我們現在跟俗華關係很尷尬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問一下俗華 協助修復糟糕的關係 所以果然耶 沛君跟俗華的關係真的不好啊 不知道是原本就已經不好了 還是因為我們講的才不好 可是我感覺啊 跳出這個修復關係的選項 應該是他們關係真的很差吧 所以應該是原本關係就不好了 好不冷不修復了 好吧 我們沛君還是忍不住了 沛君跟俗華說 俗華啊 我為什麼完全不知道 我以為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啊 你怎麼可以瞞著我 喔 紫綺打電話來耶 紫綺說 我幫朋友買一個狂歡節慶的T-shirt 邀請去看看有什麼適合你的紀念品嗎 要嗎 好吧 要我們去看一下好了 爸爸都約了 好吧 我們去一下吧 我們到這裡耶 結果媽媽這也在耶 這也是太偶像了吧 哇 全部人看媽媽都瘋了 媽媽是全球巨星 又丟彩蛋要幹嘛的 哇 等一下啊 這個誰 哲眼呢 李哲眼 他是 全部的粉絲啊 剛昏倒了 看到武漢太興奮 好 我們爸爸呢 爸爸約 約我們來的嘛 所以他是跟媽媽一起來的嗎 還是怎樣 紫綺來這裡 紫綺過來這裡買東西了 我還買吃的 買食物 好吧 那我也過來一下吧 那我們也過來這裡點東西吃 我們吃個越南河粉好了 來吃一下 所以爸爸跟媽媽不是一起來的 因為我們頭上有這個 群組符號只有紫綺啊 所以媽媽是 他是來這裡辦活動嗎 把紫綺來看一下她陳武的活動 應該是這個樣子 因為陳武盛裝打扮啊 可能是來參加活動的 然後紫綺是順便來看陳武的 應該是吧 來探班之類的 怎麼樣好吃嗎 喔 哲眼怎麼搞的 哲眼是紫綺的粉絲 又要昏倒了嗎 真的 太好笑了吧 好吧 那我們前五跟爸爸聊天一下好了 聊什麼 我媽媽也坐過來了 媽媽也坐過來說 哇你們兩個怎麼來啦 陳子說 爸爸 沒有聽說 哥哥也是請嗎 算了 但我沒說 我覺得陳子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爆麻仔 我覺得他不是這樣的人吧 所以他可能不會去講 難得看到他們三個聚在一起覺得有點可愛啊 然後紫綺竟然開始彈吉他耶 哇 全部人都在聽他彈 他就順便表演一下嗎 我們的爸媽正超級受歡迎的粉絲一堆 他在唱歌耶 自彈自唱耶 我感覺我們陳子看到爸媽這個樣子 他可能會想要找志鴻吧 我們陳子找志鴻過來好了 然後問他一下 他們兩個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把這關心理清楚 好 那我們要志鴻過來喔 這是什麼子綺的新的創作歌曲嗎 然後陳舞在旁邊聽 陳舞好平靜喔 陳舞超級平靜的 不愧是經過大風大浪的國際巨星 然後子綺唱得超級投入的 好吧 我們邀請了嗎 志鴻會過來嗎 志鴻會馬上過來喔 好太好了 我想過來這邊買一下仙女棒 反正志鴻還沒到嗎 先來買一下 這個仙女棒買個10根好了 多買一點 然後買個雪花球 買兩個 可以送人 好烏賭娃娃耶 好買個好了 我們可以來插少人耶 然後煙火我們都更買一個 多買彩以備不時之需 好吹泡泡的 多買一下 喔 志鴻過來了 志鴻在這裡 好來吧 我們錢子把它叫過來好了 志鴻都都好了耶 但有發現嗎 志鴻都都終於好了啊 天啊 有種好感動的感覺 然後志鴻在咳嗽耶 怎麼了 志鴻 他感冒了嗎 我發現志鴻身體不好耶 免疫力有點差啊 一下子爆斗一下子感冒的 你還好嗎 志鴻 他果然是要去養生大餐啊 他頭超不舒服的 天啊 好 我們錢子 先問他一下 喔 怎麼了 為什麼開始愛心喳喳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沒有看到 他剛剛怎麼了 剛剛志鴻對我們錢子做什麼了 志鴻是抓了我們錢子的腰嗎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 志鴻剛剛 這樣喊了一聲野性的吼叫 然後抓一下我們錢子 好 那我們錢子跟志鴻 可以問他去單仙嗎 對了 就是上次我們錢子跟志鴻 因為存檔的bug嘛 所以說他們兩個目前 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那我在想要不要 他們重新變成男女朋友 我們可以當作就是 那次夜店他們可能喝太多 所以 兩個人都 呃 斷片之類的 所以忘記了 好吧 那我們成子跟志鴻 先來看一下炫耀成績 是我們成績很好嗎 看來我們這學期成績應該不錯啊 加點炫耀成績耶 喔 放煙火了耶 我現在開煙火好了 青年結束放煙火了 超級美的 這感覺好浪漫喔 在這種放煙火時刻 如果抱抱親親 超浪漫的 有沒有 天上有煙火 我成子過來了 成子過來抱一下志鴻 哇 在煙火下面抱抱 超浪漫的 然後志鴻還是要咳嗽一下 快點親啦 這種氣氛 這種氣氛 這種氣氛一定要親一下的啊 我們成績跟志鴻說 你看 這個煙火 氣氛超棒的 不過你感冒還好嗎 哇 全子抓起志鴻的手 輕輕耶 哇 青青了耶 這畫面真的超可愛的 後面是煙火有沒有 超究竟浪漫的 對了 我們這次不是看到志鴻的個性嗎 那其實原本我都忘記志鴻個性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太久沒有看啦 那志鴻的個性 究竟是不是像他寫的樣子那麼糟糕呢 我們不知道 也許不是 也許是 我們之後再來觀察一下吧 欸等一下 我們成子在跟雙調情嗎 我有看錯嗎 等一下 成子在跟雙調情喔 真假的啊 我有看錯 成子是怎樣 成子是喝多了嗎 臉都紅了 好啦 我們過來找志鴻啦 我想讓我們成子問他去單身 我找一下喔 我們這個選項 詢問是否單身 為什麼找不到 還是我們問過了 我們有問過嗎 我點忘了 怎麼也沒有那個啊 沒有叫他當男朋友的選項 還想找個性感女朋友關係啊 應該不是啊 愛侶 好 我們先來送志鴻一個禮物好了 送他我們之前給他拍的合照 阿對 應該要再拍一次合照的 因為這一次難得志鴻沒有長痘痘了 好啦 拍一下 喔 成子跟志鴻來個合照 成子不要再跟雙調情了 夠了 過來 他是小王金的爸爸啊 可是他今天穿的 他今天穿的非常的 非常的爸爸風格 他平常不是穿這樣子 小王金的爸爸 成子說志鴻 我來拍個照 留紀念 我這一張還不錯耶 旁邊還有這個燈光 我感覺這張不太需要紮濾鏡了 原本就不錯了 好 我們拍個五張 喔 慶典結束了耶 大家都走掉了 好 那我們來送志鴻禮物吧 送他我們拍的合照 可以邀請過夜耶 好了 搖一下好了 志鴻 請挑了我們成子的宿舍過夜嗎 我懷疑他們兩個 現在是男女朋友的關係耶 因為我存檔之前發生了bug 發生兩次嘛 所以有點回溯的狀態 所以我不知道說 現在是 又回到 他們是男女朋友的情況 還是又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那個詢問是否單身 然後 問他是不是當男女朋友的選項 所以說有點奇怪 那我也不確定愛呂的意思 是他們是男女朋友還是不是 因為以前我沒有用過中文版玩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詞是怎麼寫的 好 我們全只送他這個照片 送他剛剛拍照 所以我想可能是他們那次喝多了 所以 失去記憶嘛 可是過幾天之後 他們又想起來了 就這樣 我們當作是這個樣子好了 因為這個 全檔之前發生bug 好像 不知道怎樣啊 全檔應該是男女朋友關係 應該是啦 哇 志鴻回送 全檔玫瑰花 太棒了吧 其實志鴻也是不錯啦 只是希望 哇 等一下 他還寫情詩耶 他寫 我會永遠陪在你身邊 日日夜夜 我會一天比一天愛你 直到永遠 這個志鴻太會了吧 還寫情書耶 送我的玫瑰在這裡 現在還有寫會寫情書啊 這個年代 不容易啊 志鴻 我發現其實志鴻超會討女生歡心的 蠢子也被他哄得好像蠻開心的 好吧 那我們下次玩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要訂閱的話 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Hear 啟鈴鐺 先按個讚 好 好 好 太